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我们用一块磁铁跟铝箔来说明 磁铁是可以吸铁的没问题 但是这是铝箔 铝箔磁铁是不能吸的 好 那我们现在用铝箔的所谓的涡垫流 造成的磁力来说明 好 这边盖上一个我们的CD盒 所以现在是这个CD盒是隔一段距离的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块磁铁摆上来 好 那它为什么会动呢 好 我们说主要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磁铁在移动的过程 在这个铝箔当中形成所谓的涡垫流 那么这个涡垫流根据冷湿定律 所以它要反抗它的磁通变化 因此它所形成的一个 涡垫流所建立的磁场 就会跟这个磁场会形成液垫 那当它在快速移动的时候 这个液垫就相吸 液垫就相吸 那么这是在线性马达 有一种叫做线性马达 它就是利用这样的原理 如果老师们将来有机会带学生教育旅行到六湖村 那么六湖村里面有一个叫校号飞银 那种的马达就是线性马达 老师们可以仔细稍微看一下 它是用一个整个车子上面只有铝片 那么它没有任何一个带动的一个轻引装置 那么在它的上方 在这个车子轨道车的上方 有放一些电磁铁 那这个电磁铁随着磁性的一些变化的时候 就会在这个车子上面的铝块造成所谓的涡垫流 那因此就可以把它加速 那种加速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就跟磁浮一样 那种瞬间加速的加速度非常大 老师们可以乘坐看看 感受一下这种线性马达 利用这个磁通变化所造成的那个引力 那么造成那个加速度非常大 通常道理 那个在磁煞的过程 有些车子在煞车的过程 你可以使用磁煞 它就把那个动能转变成电能 然后再度储存起来 那么这种磁煞或者是用磁来加速 基本上 它并不是用铁跟磁铁相吸 而是利用铝上面本身的磁通变化 所造成的涡垫流 形成的一个硬明级跟它相吸 那为什么要用铝 主要是因为铝本身一方面导热性好 那二方面这个铝本身的 电阻吸数也不大 所以它这里面就不会 不至于产生太多的热能 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避免这个铁 这个铁会有残磁的危险 那残磁的话 那基本上它就会 就不顺畅 那我们再示范看看 这是一个磁铁 这磁铁不能够吸这个铝箔 但是如果我们很快移动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磁箔里面 所建立的磁动变化 就会让它跟它相吸 它就会跟它移动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橡皮筋为什么可以回转 好 基本上 橡皮筋是这样 手形是这样子 拉紧放开 这时候左边这边比较紧 右边这边比较紧 接下来手放这样子 那因此现在在我的手的左边 这个橡皮筋是比较紧的 比较紧而且又弯曲 当我把右手放开的时候 左手大墓石当支点 这时候这一条 比较紧的这条 比较紧的这条 就会把这个缩回去 就会把 以这边当支点缩回去 所以这个橡皮筋 这个橡皮筋就会以一个 关趋的形状 然后这个弧形 以这一点当支点 然后右手放开 收回去的时候 这个橡皮筋就是可以变成 这样旋转 这样旋转 那这样旋转的过程当中 当它落地之后 就会因为 它跟地面的摩擦 然后让它转回来 那这个橡皮筋如果说是弹性越好的 那它的回转的效果就越好 越有可能回到原触发点 另外 假使这个橡皮筋是用过的时候 基本上它本身 跟地上的泥沙磨在一起 它本身昏有泥沙 它摩擦力也比较大 它也比较容易回来 那么这种原理就跟什么样呢 譬如说 小时候我们都会拿一个乒乓球 然后它就会逆转回来 就是 我们设处去橡皮筋 就形成一个这样的回旋 那因此 虽然它现在出去 但是它的加速是复尺 所以 煞停之后就会继续滚回来 好 那就跟这个橡皮筋就是这样 手型是这样子 从底下 穿进去 从这边拿紧 放开另外一边 好 这时候 这个橡皮筋 左边这边比较紧 右边比较松 绕过四指 这时候把 右手放开 那么它就会形成 这样回旋 落地就会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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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